大家好,我现在在陕西西安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西安的一个城中村吧 吉祥村就在我右边 前段时间呢 那个有个电视剧在这里拍 庄台吧 张嘉义的去了那个吉祥村 北山还有那个徐杰湯 所以我们今天看一下 来这边看一下 这个村在西安很有名啊 从这边进去 这门可能看到卖水果呢 这个地方呢 也是西安赫赫有名的一个娱乐村 我来西安之外 很多人都推荐我来这里看一下 他说 这个地方比较有名 招待所 美发吃饭的客栈 来到这些地方啊 吃饭跟宾馆特别多 你看能够看到这一块 都是招待所 旁边那一条街全是吃的 我刚才去看了一下 我提前走了一下 大家对这家就熟不熟悉 反正听说啊 前几年这条街的娱乐业特别发达 我们这一路过来 已经看到无数家招待所了 所以这个地方住宿 很方便的 这个村还挺大的 一直走 旁边是吃的 这个吃饭的 吃饭的这边特别多啊 来到这些地方 小吃 吃饭很多 这里还有洗衣池 自动洗衣的 就是自动洗衣机的 我往前走走看看吧 我们去走软菜机啊 走完这条 来到旁边那一条就结束了 然后旁边那条返回走 理发 这个地方理发特别多 理发美容的超级多 还有美甲 这个城隆村的也比较老了 你看个县也是密密麻麻的 可能这边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拆迁 因为听说西安城隆村都在改造 已经现在快拆的差不多了 我也搞不清楚 都是网上看到的 红辣椒餐馆 吃的特别多啊 这也是卖水果的 我们往左边转转吧 这个一楼全是店铺 店铺特别多 当然了 因为能居住的地方嘛 就是店铺多嘛 证明有生意嘛 看看 你看这一条街吃的多吧 砂锅 米线 减肥 全是这些啊 有没有人住在吉祥村的 娱乐业 不过现在好像在这边没看到什么娱乐业的 KTV啊 还真没怎么看到 这条街你看啊 全是馄饨 三顿冒菜 诊所 烟酒 吃的特别多 面特别多 诶 真的没看到什么跟娱乐有关的 像那个 那个什么 KTV啊 酒吧啊 或者 竹谕啊 这些还真没看到 行 我们再换个方向 啊 看到一个 猪粮 修脚 这地方确实挺年挺旧的 怪不得当时拍电视会来这个地方 美发 礼发的特别多啊 专业修脚 这边修脚的挺多的 修脚店 前面有竹谕的 哇 线好多 洗衣店 看看 这里两家修脚的 竹谕 减肥 冰馆 温馨冰馆 这个也是竹谕的 这里面 行 那我们就到这里了 好了 结束了